宋子军 你终于回来了 宋子军啊宋子军 在追了你这么久 你都不同意 今天就要把神明中心熟算 你以后可怎么拒绝我 拒绝 主兵呢 啾跳 Trent Zeiten 努 inflam完了 就是酒给我过 ничего 你就みたい 没有 tangible 暴露老婆 我信你 别把谁澹 הע的胆子 这样跟啥妄 我怎么管你是谁 直接是我混淹队 throat 其实下 � cockpit 一定要剁 però我记住你了 老师跟你 continuous 啊 你熱的話我我帶你去冬天 brave girls 你熱的話我愛你 張小姐 像个 昨天晚上沒了 這裡有兩百萬 你拿點錢走 昨天晚上的事情永遠不要提起 那什么意思 你拿钱打包啊 那你想 我告诉你 我不让你说呢 也是为你好 我宋家可不是普通家族 如果昨天晚上的世纪被泄露 你 在整个门时都无法闭嘴 哎哎哎 你干什么 哎呀 宋小姐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昨天晚上那是情况紧急导致的 我 我 我肯定会对你负责的 你对我不负责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可是冰海宋氏大小姐 旗下掌管宋氏集团 是职圣代 你凭什么多负责 你有那个本事吗 就凭我们有婚书 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婚书 什么婚书 哪儿 那 宋子君 宋子君 那 找到了 我们的婚书 婚书 婚书 对象 谢少阳宋子君 女方拟定人 弄到多 这 这是我们的婚书 对 昨天晚上我来到你们家呢 第一 是为了救你们宋家 二呢 就是为了跟你履行婚书 你叫叶少阳使的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种 昨天晚上那个黑衣人 也是你派来的 啊 你别以为你用这种办法 就能进我们宋家的门 我告诉你 没门 我会动用我宋家 全部室里去查 你最好别让我抓住 你的蛛丝马迹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哎呀 宋小姐 你说你长这么好看 脑子怎么不好使呢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昨天晚上黑衣人入室 她是要欺负你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救下的你 你就被 到了 哎呀 你听我说啊 而且啊 我这次来到你们宋家 那真的是为了救你们宋家 和你履行婚约的 你还要脚尼 那你不看看 写的是谁的名字 宋小姐 没错啊 她不是你家长吗 她是我太爷爷 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好 我问你 她是怎么给我一定的婚约 还有 这上面乱七八糟的手指印是什么 你就算伪造婚约 你要注意一下整结吧 我靠坏了 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这婚约是我爷爷在地府 跟人定下的 那手子肯定都是阴险的 宋小姐 你看你太爷爷虽然已经过世了 那他不影响给我们两个并婚约啊 还有这上面这些手指印 他真不赖我 那都是你们宋家列祖列宗的手指印 那说明他们都同意我们两个的婚事了 你 你就是个疯子 到现在了 你还在胡言乱语 你非要让我报警 你才干嘛一把 你现在马上跟我过去我家 宋小姐 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相信我 但是呢 我现在真的不能离开宋家 因为你们宋家是有大劫 而且只有我能救你们宋家 你 你还敢诅咒我们宋家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报警抓你 我爷 爸 什么 我爷爷快不行 之前我们也觉得是小感冒 但就在刚刚 你爷爷突然口吐黑血 接着就彻底昏迷过去 你赶紧过来吧 我 我马上过去 哎 你看 是不是出事了 我爷爷突然口吐黑血 心如昏迷了 嗯 我知道 这依我看啊 老爷子这种情况 应该是斜碎入体太久 发作了 你赶紧带我过去吧 什么斜碎入体 你把我说清楚 我一时半会和你解释也不清楚 总之呢 就是你们家老爷子 年龄太大 体势太弱 这斜碎入体太久了 所以说第一个发作了 行了 你家老爷子抽不了多久了 你赶紧带我过去吧 走啊 哎 你们宋家 不是南省最大的家族吗 你还怕我骗人不少 好 我带你过去 如果你敢评 我这样吃的都 叶少阳 现在已经到我宋家主宅了 嗯 你要是现在离开的话 还来得及 离开 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是你宋家未来的姑爷 我 你爷爷就是我爷爷 行 我在最后警告你 我宋家可不是什么普通家族 这个屋子里面 有我爸 我二叔 以及很重要的人物都在里面 你骗我还有活龙 但如果你骗了他们 整个南省都没有你的立足之体 你将实死无生 我说宋子军 我叶少阳既然今天来这儿 那就有一只宋家老爷子十足的法国 我不怕这次 我爷爷都在地府里造反了 我还有什么好怕 根据我们推断 宋老先生最终确诊为 老死亡 老死亡 这 我这还有救 以目前的医学来看 应该是能救 啊 这 啊 我也是觉得他那时候 无非啊 还没回去 好日子 那张老师 你能不能再学校办法啊 死老头 让你一直换我跟子军的事 现在你就乖乖躺在床上 等死吧 如今已要死 所有阻碍我和子军的 但我要死 张医生 你看 还没什么办法 只要救我送老爷子 出多少钱我都愿意 张少 这真不是钱的事 病人已经脑死亡 没救了 哎 董爷爷 你好好财啊 你真的好财啊 好了 伯弟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就别这么大话 张老师 我们现在一个怎么办 宋先生 是这样的 老爷子现在确实已经是没救了 但他的状态和实惠痛苦 还没有尊严 所以我这边建议您 可以考虑一下 给老爷子 安乐死 安乐死啊 是 你给我把事情安乐死 你他妈的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啊 宋先生 您冷静一下 我只是给您一个建议 大哥 你冷静点 我能听得了吗 难道他不是你爸 哎呀 大哥 我只是说如果 如果咱爸以后就知道这不用罪严的活下去 我倒是希望 给他个钱 你 黄庙 宋老爷子还有救 我只安乐死 爷爷 子轩 妈呢 怎么是他 死亡了谁啊 这是你来这里吧 我就是宋子军的婚约对象 你们宋家 未来的突厌 咋 算什么 我不是 你先别说嘛 迟早又说的事情 而且我爷爷 也就跟你们宋娘定起了婚约 这是必须要办的事情 子军 到底什么情况 你什么时候定了婚约 我怎么不知道 我 我怎么跟你解释 总之 他说他能救爷爷 我就跟他过来了 胡闹 这么个不知道体系的人 你居然相信他 来人 把他给我送出去 等一下 爸 在你打电话之前 他就得知爷爷出事了 你说什么 其前预知了 对啊 大哥 这就是这小子的诡计 不可信 他一定要是有什么特殊的渠道 其人知道 老爷子病重 宋子军 你好歹是我宋家的千金 掌控着我宋家百亿集团的总裁 不要随便来个人 就把你耍得团团团 对啊 你千万别别的小子骗了 说不定 他就是有什么信息渠道 我失真是假 让我试试不就好 我人在这就 忍不了 你真的不能救我我爹 能 放了你妈的屁 真正的会就来啊 你知道宋老爷 得了什么病吗 弄死我 弄死我 怎么治啊 诶 你错了 老爷子不是弄死我 不是弄死我 那 那是什么 老爷子是 邪 碎 入 以 邪碎入体 什么 还碎入体 对啊 没错 就是邪碎入体 不仅是老爷子 你们整个宋家都已经被邪碎入体 只不过宋老爷子年龄最大 抵抗力最弱 所以 第一个话说 疯 你就是个疯的 邪碎入体这种话 你都说得出了 宋紫月 你是专程找个疯子来闹事了 是吧 宋紫月 你是专程找个疯子来闹事了 是吧 二叔 我没有 我问你 这个社长哪来的邪碎 我 等等 你说我们宋家 全部端了邪碎肉气 你的意思是 他们都会像我爸一样 一样 而且呀 哎呀 你抵抗力弱 身体亏空的很厉害 我要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就是下 你敢中 我没有中 你啊 我只实话实说而已 宋紫月 你千万不要动怒 你要动怒的话 你这个症状会提前的爆发 到时候我都不好救你 你千万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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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怎么回事 我刚才说的 你不要动怒 要不然你的症状会提前的爆发 放座了吧 你 我劝你冷静了 不然的话 你再动怒 你这个症状再爆发 就不是脱口黑血这么简单了 搞不好 会死人的 你是玄米中人 玄米 不知道 你如果会是玄米中人 你怎么会知道 我们宋家全部被邪随入体了 哎呀 宋家主 现在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只有我出手 才能救你们宋家 放他了屁 你莫视无打无状宝 宋叔叔 千万别拳一趟 这个世界上 怎么肯定会有邪罪 宋阿淑吐血 不过是碰巧罢了 这张某事 你快过来说 是不是 没错 宋先生就是因为老爷的病重 导致的 这疾火攻心 哪有什么邪罪 这疾火攻心 对 反正绝对不可能是你那邪罪入体 你不知道那是你见识浅薄 不代表没有 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那都是真的 而且 只有我出手 你们宋家 才能得救 来人 把这个小子 给我护出去 我说你 你用了 小伙子 你真的能救我 我天 能 好 好 宋叔 千万不能相信他呀 一个连底线都不清楚的人 咱们可能 知道好宋老爷子 是啊 宋家主 那你没有一致的办法 宋叔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办法 能治好宋老爷子 但是 你不是让他治呀 如果让他治了 那就是对 宋老爷子的侮辱呀 我找我爹 第一不答应 我宋小伙子 下去 还用到你 你还同意 虽然我不知道 我爹因什么原因醒不过来 但是我知道 我爹的呼吸 现在还没有停 他的心脏 还在跳动 我爹 还有一线生机 为了这一线生机 我宋元老 就算是背上所谓的骂名 也要做 最后一步 叶少阳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救我爹 一切自然 我来看看 你若能救好 你之前所说的 和子俊的婚约 宋元号 立保 小子 你可想清楚 再回答 没错 小子 这里可是冰凯宋家 不是菜市场 说话之前 你想清楚 我叶少阳 将来说一不二 我说了 能救好 就一定 你救 送掉你 多谢谢你 卡卡 你有种 今天 最后是把宋老爷子救好 如果救不好 老子就把你脑袋拧下来 当球去 那如果我就好了 这是想和我打赌 张少 你刚才说过 如果我就不好的话 要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球 那我如果没有任何条件去答应你的话 我起不太亏了 你是第一个敢跟我张无敌这个说话的人 好 今日 如果你能将宋老爷子治好 要求你随便接 我张无敌都答应你 是吗 那我怕张少到时候啊 给不起 放开 张总是江南商会的少当家 又是江南首富的独子 他怎么可能给不起你 好 那张少 我问你啊 你家可有印刷厂和焚烧厂 我说 印刷厂和焚烧厂 你家可有 如果能搞到印刷厂和焚烧厂 那爷爷以后的军费可全都稳了 我张家产业便不将来各好商人 什么名字啊 那好 我要你们张家所有的印刷厂和焚烧厂如何 可以 如果你要能治好宋老爷子 你要什么 我给什么 如果你要是治不好 那就别怪我 放心 只要我出手 一定治好 出之者无畏 老死亡娘想吃 你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小子 君子一言 四目难追 你要记住 说过的话 废话那么多呢 让开 看好了 如何敬头 送你别死 怎么回事 凭你起身 就不客死 小小鞋子 你敢放 是谁 碰了我的脱魂说事 你 这不可能啊 脑死亡还在救火 一定是你的装神容易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差一点 这么差一点 老子就轻心在掺炎 给这老头 苏丽 安乐死了 哎 你说 安乐死的主意明明就是 闭嘴 还愿提安乐死 信不信 我突然说你安乐死 我说两声 我不提了 从今天开始 滚出女孩 你让我再看到你 借你一次 打你一次 是 快滚 张绍 好魄力 大义灭亲 这个废物 一数不斤 差点让我给老爷子安乐死了 我没杀他 就忍辞了 嗯 对了我忍辞 张绍你太忍了 那张绍我刚才所说的 印刷厂和文章厂 张绍 像您这样的大人物 难道要赖账账 狗东西 说谁赖账呢 只要我张无敌说了 就会给你 只是提醒你 吃我张家东西的小鸡 烟死你 那就不劳张绍你 宋教授 能不能麻烦您这件事情 帮我对接一下 把张家所有的印刷厂 焚烧厂 都转入我边家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叶小友啊 之前呢 是我着急的一些 您看能不能也帮我继续闲碎 以后都是一家人 好说 好说 太棒了 太棒了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叶少壤小友 这次多亏了您出手救我们宋家 来 这是云海山庄甲字号的别墅钥匙 也是我们宋家的一点心意 此外呢 从今日起 您就是我们宋家 名正言顺的姑爷 在冰海 有任何事情 都可以找我们宋家 我们宋家 一定会竭尽全力 宋家主 我还真有一事相求 请讲 我希望你们宋家 帮我打理好印刷厂和焚烧厂 叶小友 您放心 我们一定办的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会帮你打理好的 不是要打理好 而是从现在开始 让印刷厂加班加点印刷明币 记住了 十亿免赐 让焚烧厂24小时 孙时待命 准备焚烧明币 焚烧明币 嗯 走了 这 子隽 这个叶少阳可不简单 他有可能是玄门主 虽然他今天拿的这个婚书有点扯 但是以他今天的能力来看 是我们宋家 高判了 所以呢 你和他的婚事中 如果你习惯 其他的你都不用考虑 爹会为你保家护航 好 爹 我会考虑一下的 嗯 他吩咐你的事 你就全力去做 无论你俩的婚事如何 叶少阳对我们宋家 都是有大案 此案不可不报 嗯 喂 叶少阳 你要求的事情我已经替你办好了 庄家名下工具是三家印刷厂 以焚烧厂 以鱼金早全部转入您的名下 现如今已全部投入生产 预计今晚 生产的名币生产线 就可扩张到三百条 每日产量可达到三千吨 三千吨 那市值是多少啊 按照十亿一张的面值来算的话 总市值预计在八十三万万万亿 八十三万万万亿 我能这么多名秘 这不得把地府给干脱了 不不不想 不能光给爷爷烧之前了 得想点办法 给我爷爷搞点别的东西 嗯 哎 宋小姐 你那能不能印刷大炮啊 印刷大炮 嗯 对啊 就是那种能发射炮弹的大炮 嗯 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行 那你多给我印点大炮 提前烧过去 我能问一下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嗯 大三子 大三子 爷爷 爷爷打败了 请我 你快点上线 你快点上线 好 我马上来 哎 呃 那个 宋小姐 抱歉啊 这个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等我们成亲了 我就跟你说 好吧 嗯 那我还有事情了 我先挂了 拜拜 大三子 爷爷 我去 你太牛逼了 你直接把我拉入梦境空间了 你法力不要钱了 哈哈哈哈 当然不要钱了 爷爷击破了秦广黄 缴获了阴阳两一通 从此以后 咱爷俩就可以实时通讯了 真假爷爷 我靠 你太牛逼了 当然是真的了 秦广黄的四十万大军 被爷爷砍瓜切菜的 你三十万呢 如今啊 这奈何桥一百都是老子的 哈哈哈哈 大宋长 我也送给你 这一次我搅和了好多东西 统统都给你 好啊 这东西太多了 咱就先从这个不动明王咒开始 这可是地上王头上 手底下头上 你在阳间呢 刚好就用这阳间功法最好了 好好好 我也太厉害了吧 才三分钟 不动明王咒 完全掌握了 看来 自今日起 我就要踏上 休闲之中了 爷爷 您再丢到好家里 弄并正在后期的一切 孙子 全都会给你大亮宝 喂 叶少阳 第一批明币 总是值五千万 和你要的五千份大炮 已经从你和烧场 嗯 多谢 爷爷爷爷爷爷 快上线快上线 大僧子 发生什么事了 爷爷 我给你烧点新式的武器装备 你快试试看 能不能用 武器装备 那也太好了大僧子 刚好爷爷 要攻打内核桥 这些武器装备 刚好能起到作用了 对了 爷爷给你介绍了那几个 婚姻对象 你现在处理的咋样 唉 爷爷 你要不跟我说这事 我都给忘了 你给我签订的婚约 那是跟人家的列祖列宗签订的 杨先生根本就不认 什么 他妈的不认 还有这事 我现在就让他们脱步 唉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呢 我去找宋子军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事 妈了个妈 这跪着求我联姻的 是他们 这事情办不好的也是他们 老子是给他们脸了是吗 我这就去找他们的列祖列宗 问问这个事情 到底能不能办 爷爷等等 爷爷 爷爷等等 爷爷 哎呀 混账玩意儿 让你派你家村女 去找叶家装饵 叶少女 对象回去 你他妈里摸起什么 这从而言不知道到底是谁整的 我们李家的崛起 他妈都都坏在你的周里了 你的娘子还在这磨磨尽尽 爷 太爷 爷爷 我没有过去 我已经让你退了呀 还得还嘴 他妈的 是不是批养了 费尔本的落在地骨里 逗你是不是 对对对 我正叫你退 我正叫你退啊 好了爷爷 放心 我现在就出发去见那个人 店主 店主 我已经追查到了叶少阳的位置坐标 目前就在滨海郊区叶家村63号 好 现在就出发 是 我帮大家看看 是什么样的男人 配奏我李若碑的招 走 是 也不知道我爷爷那边战事怎么样 我烧那些大炮 对付英兵英神与胡妞妞 大孙子 大孙子 在吗 在吗 在在 哎哟 大孙子 你给我烧的这个猫瓣的酱油 简直太好喝了 爷爷 你爱喝就行 是啊 最近战事怎么样 大孙子 你给我烧的那大炮 简直就是作战神器的 对付这些英兵小鬼 这一战就是一大炮 这种大炮 你给爷爷多烧点 多烧点 没问题 爷爷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最新的单兵作战神器 叫做首来你手下的兵 拿着他一个人炸好几十个 就这个 嗯 好使不 好使啊 爹 想不想知道威力更大的 还有比这威力更大的 有吗 角度 核弹 一发下去 砰 方圆十里 村草不上 好大孙子 就要这种 就要这种 快快快 现在就去给爷爷烧 得嘞 爷爷 那你等着 我现在安排人多给你烧点 核弹 手来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店主我去把它叫下来吧 此等穷乡屁也不值得你落脚 无妨 既然已经来了 就上去看看 毕竟是爷爷交代的 走吧 喂 孙小姐是我跟你说那种核弹能搞吗 这个吧 没什么技术难度 可以 好 那你现在就安排人下去 把所有的生产线都给我搞这种核弹 这事儿又有成了 我能 我能让你们送奖成为国内第一大家族 是吗 那好 我现在马上来去吧 好 学 你找谁啊 你就是叶绍阳 我是叶绍阳 你是谁啊 朱雀神殿战神李若薇 李若薇 那不是我的婚约对象吗 我这请问 住口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做我家店主的婚约对象 我是李若薇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方法 让我爷爷突然给我安排了一个这样的婚事 我也不知道你从哪里 搞来了这么一份我太爷爷签订的婚书 我来这就是想告诉你 这婚 你 你有意见 你 没意见 我说你这个丫头犯 他还能有什么意思 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怎么敢跟尊贵的朱雀神殿战神相比 我知道 这对你而言是很大的打击 但你刚才也看不 我随手就能操控焚烧万物的烈焰 这在你眼中就如超能力一般的事 对我来说 就像是喝水吃饭一样寻常的事情 不仅如此 我还是上京四大家族里家的独女 拥有顶尖的绅士 广阔的未来 而你不过是一个乡野中的凡风俗子 一辈子都被世俗中的车房生计所破 我与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所以离开是你最好的选择 本来的我还想着劝劝 因为你跟我退婚这件事 会给你带来非常悲惨的后果 但现在你把我婚术给分烧了 那我没话好说了 你还在这里 放肆 你个凡苏老爷 竟然敢威胁我家店主 谢谢你这微不足道的好意 退婚之事 乃我礼若为一人所愿 任何英国 禁家武身弃 不须你多言 有个屁 等等 怎么了大乔姐 这个是我朱雀神殿的战神力 作为回婚的补偿 你拿着它 可以到我朱雀神殿 求我出手三次 好好珍惜这个技术 这是你为数不多 可以保余命运的技术 今日之后 我不希望我的耳朵里 听见有关你我 有婚约的传 希望你能抢 若敢瞎传 我让你死无葬生之 清风 我们走 是 书雀神殿 战神殿 秀兵 这哪来这么个保险 我的天 神殿 我们自己人的联绍 李嘉宾 为你如何 这战神平时对我们围追祖节 极尽面试 君瑞 不如我们把他抓了 让他成我们的手下之能 二哥就换我赞同 我也想尝尝 围追战神的味道 还等什么 动手 你若围追人虽然不像 但好歹也是我的分配对象 而且他的例子 你真的跟我爷爷在地府征战 这鱼心鱼里 正好 我想试试我爷给我的 大哥我抓住他了 我的无毒之手 成了 这个女人下手也太狠了 他都被我脖子 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够了 一起 咱们一起 你是什么人 居然敢管我们四道恶人的事 四道恶人 谁给你们写的名字 这么土 可笑 希望你不要自悟 你们在我眼里不过这四条爬虫 他敢说让我不要自悟 你说什么 那我们是爬虫 我灭了你 到处是 是什么人 我用你找到典击强者 死人 不需要有那么多废 我的天 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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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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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屁股 你居然以一举之理轻杀了四大恶人 宗宗公圣造化 宗师之下第一人 他们不是我的 爷爷 快上线快上线 爷爷 你给孙的那个地丧菩萨不动冥王兆 太强了 你这还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宝宝 你再给孙子几个呗 我放身 哈哈哈哈 有是有 不过你得等等 等我打穿了这个奈鹅桥 入宿了眼罗殿 到时候这个生死部和潘满比 都给 生死部 判官比 爷爷 你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 这生死部 这管有个国人 咱们也用不上了 好好好 爷爷 那到时候记得都给我 最多半年 我就可以打穿哪个钱 到时候人家 你不饿 过去几个时辰 我打着 都给你 行 那爷 我再去跟你追追的核弹 喂 宋小姐 核弹搞好了吗 第一批已经之后完成了 半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投放 跟它成红烧了 好吃的好吃的 加大火力 你最快的速度分烧 好 哎呦 子俊 你回来了 快快快 爸 爸爸 爷爷 你们怎么很不睡啊 子俊 你回来了 之前上门找你日行公约的那个人 是叫叶少阳了 对吧 是叫叶少阳了 太好了太好了 你们发展得怎么样啊 我们没什么发展 这一天都用电话联系 啥 电话联系 你得尽快 你这也太着急了吧 我们不得偏偏偏点钱 你养个屁呀 你跟他可是有婚约的呀 你尽早把这个婚纪定下来 这才是动动不做 你现在立刻马上 我要明天吃饭 我是个女孩子 我给她把电话 不好 不好 又什么不好 我的傻闺女 你不知道现在有多伤的电话 我给她拿 喂 叶少阳 你明天有空没 有空 我爷爷想请你吃个饭 行 那明天丽华酒店见 还有事吗 没事我过了 有有有 我在云海山庄 凤文新的律师 希望你喜欢 云海山庄 我还没办过去呢 那我待会过去看看 啊 彦主 根据钥匙上 我们都要查到 这把钥匙 就是来自于这里 云海山庄 那我们就在这走着 有了伤势 重骨 我更想知道 就各furibilidad生 快 你这个下班老 真的跟踪到我们这里啊 我说你有病吧 你可知道 跟踪神殿 占什么代价 清风 不可在我恩公门前面跑 是 我今日来滨海见你 就是为了让你自然而退 而不是 让你像变态狂一样跟踪 我跟你已经说过 你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管你怎么样死缠烂倒 也计永远都配不上狂话 我纠缠你 我要早知道你这么不讲理的话 我刚才就不来救你 让他们把你打死算了 听你的话的意思 那四大恶人是你杀的 是我 都是我杀的 怎么了 你真的是够了 你真是够了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你居然用这种方式 来博讯我的欢心 你这种行为 真是令我够了 我真是不知道 说你傻还是蠢 连这种功也敢冒利 你可知道 那四大恶人 各个都是内境颠峰 捏死你 不捏死蚂蚁一般简单 内境颠峰 他算个屁 不知者无畏 内境颠峰 吐你不吐狗 我知道你对我 恨恨的事情 心存不满 但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 不要再对我 有一丝的唤醒 你我之间 绝没有在一起的可能 我说大姐 你放一百个星 我对你这种苦心 我提不起 一丁点的兴趣 让你 不让你 走 你个臭宝啊 这兔包子 国家是有钱的 这没人住 灯都亮了 怎么费店 他怎么进去了 走到了 真的是他就 店主 怎么可能 我看他身上一点灵气的波动都没有 我看他就是个凡夫俗子 他就是替云海山庄看家户面的保安 我钥匙一下 昨天还在呢 走 有密码 你看吧 他没有钥匙就进去了 绝对是个看家户面的保安 我呸 差点去报看他 我们继续在这等着 恩公救了 我一定要好好报警 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们家老爷子亲口说的 我们宋家的太祖 我们告诉他 叶少阳和宋子军的婚事 他保定了 并且决定明天在半头酒店 一天就请叶少阳 我啊 知道了 你死了 那把东西 这几十个婚子 用一个梦 要把自己 嫁给你个相伴了啊 好 明天夜起是吧 我等着 张少 不好了 骨头人出事了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浑身焦黑 已经没了呼吸 医生说 他是被雷劈死了 什么 被雷劈死的 他也少 有一个心的 二十 你脱坑 去 现在就喊我 明天我要让他们宋家 做出的决定 已经出对家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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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车下 我不好意思啊 嗯 老爷子 哎呦 一夜闲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啊 如此大财 要是做了我松敦来的孙女婿 乃是我宋家之信哪 你爷爷 人家不能收敛这样吗 收敛什么 爷爷高兴 不行吗 老爷子 我看你的身体恢复不错吧 去 行 孙女婿啊 快坐 爷爷 你能跟子俊 尽早的把婚妻定下来 不好意思我 更高兴了 哈哈哈哈 会不会 哎呀 不快 不快 只要你同意 子俊这吧 没问题 哎呀 少阳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吃吃吃 吃你妈的吃 吃什么吃啊 什么啊 老子追了子俊这么吃 你他妈一个人一个梦 你要把他算别人 啊 你他妈是不是 老爷爷吃他呀 我吃 张不迪 你怎么跟我爸说了 我就这么说的怎么样 这个老东西 因为做了你的梦 就要把宋子杰 嫁给别人 老子他妈追了那么久 拼什么 张不迪 你够了 我已经明确拒绝过你了 是你一直在骚扰我 你给我的东西 我已经还给你了 从始至终 我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 臭表大 看上去就跟我有关系 你要什么 臭表大 够了 张家这小子 今天是我宋家的企业 如果就此离开 我可尽往不咎 否则 否则你妈呀否则 你是不是猫 江南商会 在你们宋家 可有三十亿的投资 你们宋家 一半的业务 都是和江南商会合作的 我爹 江南商会的成果人 只有一句话 现在对你们宋家撤资 你们宋家 就会资金锻炼 破产 到时候你们一个二个 要对老子去接着要饭 算 我们家的产业 的确有一半的业务 都是跟江南商会合作 除了商会撤资的话 怎么样 保护里人 要么就把宋家破产 要么就看出我们宋家破产 你以为我宋家是随地可欺的小绵羊吗 江南商会说我撤资 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那就两败俱伤 我们江南商会收得起 你们宋家收得起 臭童鱼 出得起吗 你他妈好好的我考虑清楚 就他这个成婶子臭屌丝 用了一些装身弄鬼的小手 他骗了你 就他 连我张某人的 就指头都配不上 他凭什么取宋子军 还有你 臭小子 我劝你 乖乖乖的离生 他可不是你这么臭的 可能配得上 能配偶像他的 只有老子这样的男人 张无敌 你不过是家里面有点钱而已 你真把自己当成是吗 什么钱 就有点臭钱 你怎么有钱呢 我就问你 如果我跟夏日 把宋家的这三十亿撤了 你能拿出这三十亿 付宋家的五公子 为何我管 区区三十亿而已 我平时都笔了你们的结婚 你不提到了没有 这小子 居然说他能拿出三十亿 付这个窟窿 那是三十亿 我不是什么小父母 你虽然救活了我爸 也为我们宋家清除了血水 但是 有些话 你还是不要随着那说的好 不是吗 你放心吧 区区三十亿 有三十亿 他真的把你装起来了 真是给你裂了 既然如此 我就给你提出的时间 今天的时间 如果你能拿出这三十亿 补上宋家的窟窿 那我就在你管 你和宋子军的事 但如果 你要是拿不出这三十亿 你就得离宋子军 我远远的 把他还给我 我为什么要和你打这个 我就算不和你打这个 宋子军 那也是我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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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把他给我放开 不放 真香 你 你把他给我上 你把他拿着 躺开 谁敢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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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老兔铁 今天 你是要给我装家四个脸是吧 叶少将 可是我送过来的救护员员 现在 又送我们了孙女婿 你们谁敢这么念天动的 好好好 老兔铁 我记住今天 因为 今天是 宋家 从身转睡的时候 张家 撑死了 叶少少 站上 去啊 什么看看 三十亿的窟窿 你们怎么跑 我走 我走 你也太多忙了 那可是三十亿的大贡 怎么滚 叶少阳 你真的能抽到三十个亿的资金吗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人家去包准备一场单外会 多找一些 年龄又不大 钱又多了老富豪 我呀 咱们一样兴许 怎么才这么多了 你别开玩笑 什么样的代表 能吃三十亿 嗯 一个 一字 啊 一字的机会 对啊 到时候竞拍成功的人 能在一个本地上 可以 叶先生 叶先生 真的 好 按照叶大顺说的 你现在以老夫的名义为证 要去给江南所有的豪门世家发请柬 就说 老夫家 你其实珍宝 要抬卖 是 放了 叶少阳 这一次 我爷爷可是把江南地区所有的富豪民宿请过来 你这东西 到底能不能买 放心吧 别说是三十 三本 也会有人抢卫你 生死不改命的机会 谁会不想要 老宋啊 你别卖罐子了 你说的绝世珍宝 究究是什么呀 居然 值得你 明解担保 你要求我们几个老家伙过来啊 啊 是啊 老宋 这也不像你的做事风格 是啊 到底什么宝 你们几个别着急 马上就知道了 cultural 他这谁是秘密的 保护 他们宋家已经走向落路了 他能拿出什么保护 张元景 张会长 他真的来 这下有好戏看 他们回事 没什么好戏看呀 你们还不知道吗 张家与宋家 已经死过脸皮了 张家 借江南商会会长之名 撤掉 在宋家三十几层资 并独立宋家 不是吧 宋家项目都快收工了 张家这时候设资 这不是要宋家的命吗 是 现在张元景又来宋家 举全的拍卖会 明显是不想给宋家 翻盘的机会呀 那这场拍卖会 可要慎重了呀 张会长这两年 已经掌控了 强大的江南集团 得罪了张家 就是得罪了江南张会 对我们都很不利呀 诸位 宋家 要借此次拍卖会 来筹集 并将咱商会 彻正三十一次进 大家千万要擦亮眼睛啊 别让他们宋家 与你活住 不必张少飞心了 你们这次拍卖会 只有一个拍卖 谢少将 你就是撬走我儿媳的 那个小白脸啊 张会长 那也比你这个乌瓜儿子 再说了 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希望您自重 子军 爸 我儿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 不要不要不失抬举 找一个香包老来 休息我儿 你想过后果吗 子军呢 过两天就要跟我结婚 你当着我的命 威胁我的老婆 你有想过什么后果吗 小子 想过后果 小子 好多年都没有人 在长远景面前 说这段话 那今天 又 真是出神牛都不怕 张老板可是江南首富 手段涉及黑白两道 这些年 张老板手下的亡魂 都不止两位数了 一个普通的乡下小子 也敢瞧谢张老板 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吗 老宋 你这姑爷本事不小啊 连张家都敢得罪啊 是啊老宋 如今张家无日中天 你这姑爷真是可以啊 当着江南各大民宿的面 与张家针锋相对 我相信 叶少阳 你叫叶少阳是吧 滨海的风浪很大 你可得小心点闲 不然年纪轻轻的就夭着了 还没好好看看这世间的美景 放心吧老大 我肯定先帮你送走 你 他把你送谁走 吴弟 不要跟一个死人去交 我们走 叶少阳 张元景 可是在那首富 内景复杂 你要当心 放心吧 改肉 别说是当了 就连他十八倍组组 都会有当吗 爹 你看他狂妄的样子 我一定不要放过他 放心 他咄嗦不了我们剧片了 你这 怎么是一张纸 这要是什么情况啊 这就是你们的绝世纸宝 你们宋家 把我们去到这来 就是为了卖一张拓纸 我相信叶少阳 这位 这的确是一张白鸟 但它确实从生死户上撕下来 好 能让人 力奸改命 什么 生死户上撕下来的 笨子 几个人 确实是个笨子 连生死户 那几死毁生都说出来了 周围 你看到 这个人 就是来耍你们的 老宋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生死户 几死毁生都弄出来了 是啊 老宋啊 这也太扯了吧 各位 这生死部是真是假 一事就成 生死部 从小这世间 所有人的命运 在座的各位 可有人愿意上台写下刺激的 好 能够自动显示 此人的命运走向 我来 让老夫来试试 这纸真的下来了 这纸真的是从世子部长撕下来了 快看看写的什么 江明伟 任臣 新汉 这不是老江的生辰八字吗 17岁 5月7日 12分28秒 是 他岂不是说我真有犯的和火 嘿嘿 老江 你还深信他这些诡计呀 这世上 我真有生死部 那也应该在 第一副 判官手上 他一个犯人 怎么能落到手上啊 就是 嘿 你不是说 你的逆天改变 有生死部 好 那我现在 就一人打个电话 送一个僵尸过来 那你 怎么能够逆天改变 可以 但我可提醒你 生死部的机会 没事 如果你的生死部真的有 有张家 可以为师买单 对 我们张家 愿意为生死部买单 但是 你敢不敢亲自示范一下啊 好 既然有人买单了 如果这生死部是真实 我要你们江南商会 在宋江 可以吗 可以 但生死部要有假 我需要你的命 你敢不敢 我有何不敢 好 有种 那就这样 接下来 还请诸位 给我做个见证 放心 有我等待 没有人可以试验 好 那我这就去安排 都要看看 如何一切改命 来 人物给你送来了 我看看 你怎么为他一切改命 放心吧 那个人 我看看 可以 今天 就是他的死机 你们以为找了个死 我就没办法 好 你不是要为他进行改变吗 这么久都过去了 怎么没有效果呀 我起来了 真的给我起来了 这是不是真的 真的给你改命 怎么样 身体 有没有不适啊 没事 挺好的 李大师求你给我改命 我愿意出30个亿 保险 李大师 我也愿意求你30个亿 只要你能为我改命 全部是我们提案 好说 还有我 全世界大师为我改命 还有我 还有我 好说好说 诸位 我们安静 张家大人 看来是三十亿的投资 看来是三十亿的投资 你怎么想到呢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 我可能会有真实的字幕 你现在这是多鬼 谁必须的 所有信 你们正在这 是什么 来着 来着 我看你们谁敢来着 老布 第一个不打扰 没错 今日赌面 谁也不能来着 就算是江南商会的会长 也不能来着 张会长 谁能载充 亦能复充 我劝你现在就把 江南商会在 宋家的三十亿投资额 全部转让给业大 谁说的 谁能载充 也能复充 赶紧转让吧 对没错 放人上 放人上 叶少爷 我记住你了 你给你好好的活着 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我们走 子军 你今天也看到了 这个叶少阳 连僧司部都能拿得出来 为人逆天改命 这足以看出 他背景逆天 你若能嫁给他 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所以 不要再想着培养感情的事 趁早拿下 以免夜长梦多 怎么了 子军 我刚才洗澡明天见 少阳 这次拍卖会收入了五百亿 明天 我安排人打你卡上 不用 这些钱啊 你们宋家帮我打理就好 少阳 我还有一件事情 你要表验 啊 大孙子 大孙子 在吗 在吗 在呢 在呢 在 呦 大孙子 你给老子烧那河蛋 简直威力太猛了 这奈何桥 被老子直接炸穿了 这十天阎罗 直接被老子就拿下了 上 这一次啊 获得了很多的战利品 什么 赵红爬 周天斗阵图 还有这个 周星见证 还有 好多的神仙法术 什么 三十六天罡术 七十二地杀术 哎呦 太多太多 记不过来 你快快快 快来选 快来选 来来来来 子军 我有钥匙 那个 我试试一下 啊 啊 姐 这个 三十六天罡术 七十二地杀术 我全都要了 还有那个 周天星斗阵图 试魂包团 还有什么 这个你就给我 哎呀呀呀呀 好小子 你怎么什么都选啊 爷呀 小孩子才做为了 成年人 不当选的 哈哈哈哈 好小子呀 不愧是我们老爷家的大孙子 你也别选 我把秦皇王 延龙王 两店的宝贝 美酒 神秘通法 通通地给你打包 送过去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爷爷 小意思 对了 大孙子 我给你介绍了 我那几个婚妇对象 跟他们发展到哪一步了 还行嘛 但是我跟宋家的宋子军 接触顶标的 马上订会了 那其他俩 还有俩 哎呦爷爷 这都什么时代呢 我们那流行的是 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 只能娶一个老婆 那这人间一天 地妇就是一年呀 这这人间怀孕 就有一年 那个地妇就过去了 三百六十五年了呀 不行不行不行 你只有一个 哪生能过来呀 其他几个 必须给我拿下 你我要多子多孙 才好打理我地妇的 一万里江山的 爷爷 那人也都原意了 什么他们还有不愿意的 哟 那个什么 朱炫战神 他前两天来找我退婚 当着我们面法 退婚 收婚书 是 烧他老子地下的 岂有此理 大神 爷爷现在就去把 他们的列祖列尊 揪出来 抽一顿 烧老子地下 谁给他们的懒子 没必要 你 你 你 别 别 走了 叶少阳 之前 我那么对你 是怕张家报复你 我懂 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的 真的吗 叶少阳 我再问你一遍 你真的愿意娶我吗 我愿意 张总 截至目前 盛泰集团 永乐集团 华纳集团 还有伯纳 特杰 一共27家合作商 都给我们发了解除合作的告知函 现在文美都在传 我们张氏集团 被江南所有豪门师家 联手封杀 江南商会那边也要求撤掉您的会长就位 会长 如果继续让这条消息发酵下去 到时候会有更多的合作商跟我们解除合作 到那时我们就 给老子闭嘴 畜生 一帮着老畜生 他们为了讨好叶少阳 就要把我们张家往死路上逼 爷 这一切都怪你们叶少阳 要不是他 我们张家 怎么可能会被江南各大豪门孤立 这个仇 我必须要报 我必须要求先少阳城防八蛋 随时万分 我爹 拿上此路去青云山 找青云门掌门 你是要 叶少阳联合 宋家你爸 他不让我们张家伙 那我就让他们不得好死 我说女儿 你可终于来了 爷爷 你怎么了 这是你太爷爷 要给我做梦 这是不仅是你太爷爷来了 而且你太太爷爷来了 太太太爷爷也来了 咱们这里家的劳务都 可绝度了没了 啊 左啊 这次真的不是爷爷不疼你 爷爷我 实在顶不住了 他们还是为了婚约的事呢 不是了 婚约那人 已经和别人顶婚了 你 够晚了 他们这次来找我 是让你给那人 生个孩子 什么 让我给那人生孩子 喂 爷爷 对 是我烧掉的婚树 什么 爷爷 你是说你在梦里 被猎祖猎风给打了 罗鬼 你现在也不用嫁给他 你可以去给他生一个 不能问 生两个孩子就行 不然 爷爷我就会被除除阻击了 死了以后 罗鬼转世 也会被扔你畜生到了 爷爷 我跟他无名无分了 怎么给他生孩子呢 快爷爷求求你 你难道看着 爷爷被主手阻击吗 以后被流放的畜生到 转世当畜生吧 我没有 好好好 我去 我去 可以了吗 大孙子 老子已经帮你 把你家的列祖列孙 收拾了一个 我想用不了缩绝 找你婚收的那个女孩 就得跪着让你跟他收拾了 到时候 你一定给我老子 就会教育他 什么大事 别敢找老子静下来 打分门 快上线 快上线呀 爷爷 我现在这么忙着呢 上不了线了 爷 爷少爷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爷爷 子君 你腰别轮倒 不好意思 哎呦 好小子 不错啊 上到了 干脆给老子加油 给老子生太孙子 给我生十个太孙子 爷先生 从今天开始 你可是我们宋家的父爷了 哈哈 嗯 哈哈 好 那你们的婚期 准备定在什么时候 婚期那就 七天后吧 十二号怎么样 你干什么 我都知道 哦对了 宋老爷子 既然是订婚 那自当有幸福 我这也没做准备 就拿这个当幸福 哦 闲姐还真有幸呀 哈哈哈哈 可以呀 我真没想到 你这订婚信我 我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我都没见呀 那让你看 就让你知道了 可能叫精子 喂 子君 我听说你这个月十二号 就要跟人结婚了 真的假的 我们群里都快传风了 是真的 我们都准备 结婚纱了 这也太快了吧 你前两天不都还单身呢吗 怎么现在突然就 是挺快的 但她很好 很好 我能八卦下 你的结婚对象是谁吗 张无敌 姜云 还是 都不是 她的名字叫叶少阳 叶少阳 没听说过呀 是外地的豪门大少吗 还是某个世家公子呀 都不是 她只是滨海 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但是 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不是豪门 也不是世家 嗯 子君呀 你今晚有空吗 我们一起聚聚呗 几天后你就要结婚了 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你即将进入疑婚生活 正好也可以把你对象带过来 我们见见面啊 这个我得先问问少阳 嗯 没问题 好 那今晚新海湾酒店就这么设定了哈 走吧 给家 真没想到 子昕她居然会找一个普通人结婚 你说啊 能不能把她那个未婚夫约出来 我倒是很想看看 她凭什么去宋子军 姚云啊 你还不死心啊 人家都已经准备去挑婚纱了 她要是比我强 你就算了 如果没我强 我是绝不会允许 让她军在一起 就是 如果她真的只是个废物 她凭什么去宋子军 你俩真实 有好戏看喽 慢 死乃清云门驻地 谁杀人等止步 我要找清云门掌门 清云令 这是祖师所留的清云令 快去禀报掌门 有人持清云令登门 掌门 门可以带到 你写祖师令前来 按照祖制 我清云门可为你出手一次 说吧 想让我清云门帮你杀谁 滨海叶家 叶少阳 滨海祖师集团 宋元后 宋东来 另外 活捉 宋子军 杀三人 抓翼 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 是的 可以吧 可以 但是 道长 我看清云门有许多地方 有些老旧了 我张家 想捐出五个夜 为清云门各道款翻新一下 你传承 我龙国 我对你 你传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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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允许也要按身价 我家中资产过百亿还第1 子军家中身价80 还第2 所以他坐在我们旁边 你的身价是多少 就是 上不了坐 上不了坐那坐哪 就第一上吗 教育 浩宇他们只是担心你欲人不输 替你考验一下他吧 我们呀就是替你考验一下他 是啊 考验一下不行吗 毕竟啊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我们这个圈子的 就是就是 家中资产 那你个人资产就是 你个人不是混江南的吧 江哥已经接管了家中所有的产业 江家有多少市值 江哥就有多少身价 老马一个井底之蛙 你给他一会说身价一会说市值的 天懂吗他 哈哈哈 没事 我有耐心 我可以跟他慢慢解释 你听好了 我 江云江家大公主 哈佛毕业人 目前已完全接管我家旗下提款 如今名下有十二家公主 总是只过百亿 你呢 你适合履历的 张哥 能有什么履历啊 江南这个圈子 淡满有点实力的 能不认识啊 就是 我看他呀 应该就是一个连沙发都做不起的屏历寺 你们够了 叶绍阳身上光流动资金都五百亿 不成 不成 五百亿 还流动资金吗 真的啥呢 子军啊 五百亿流动资金 我们在场所有人家底加起来 都不及十分之一啊 你在开玩笑吧 子军 其实你不必为他手 我们只是帮你试探的 这都是为了你好 对啊 子军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你玩虚的 那就没意思了 为我好 我玩虚的 我看今天晚上 你们就是在故意掉南野少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晚上聚会 就到此一遍 子军 开玩笑呢 他们都是在开玩笑呢 对对对 我们就是开个玩笑 对啊 子军 你要是不喜欢这玩笑 就算了别生气 那好 一把位置让开 让叶少阳回来我 好 太阳 你别在意 没事 一群孩子 你说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到此为止吧 来 我们一起喝酒 来来来来来 对 咱们开始喝酒吧 服务员 上酒 各位 你们今日有口福了 这两瓶酒啊 是我爷爷 从法国博肯蒂酒装 特意带回来的几品金鸟 每一瓶都价值百万 并且有价无市 并且有价无市 江总果然大喜 想喝吗 太吓死了 好 不然倒酒 你们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给他倒酒 为什么不给他倒酒 道歉啊这位小姐 哎 这好酒吗 都会挑人 要是档次不够的人 喝不了 所以为了避免有些人喝不了 我就擅作主张 你什么下来 江云 哎 姐 没事 反正我呢 也喝不惯这干死自己 哦 这什么酒 味道这么香 是啊 好香啊 我光闻味道 我都有点醉了 这什么酒呀 只是有点香味吧 并不能代表是什么好酒 更不可能比得上 我的罗曼尼康 就是 一瓶不知从哪来的杂牌酒 还想说词 罗曼尼康体 此酒啊名为黄泉 乃是孟婆记黄泉之水 典 不惯 不惯 香之铁 明满三井 才有人非常强 出自地府 问我所酿 可笑死我了 哎 喝着 你这还是鲜酒咯 哎 兄弟 你这句话算是说对 这 就是鲜酒 这破咋味你 我可不吵 我也不吵 去 我倒想尝尝 你这酒 什么味道那么好 我也想尝尝 哈 这鲜酒最好 都不能坦白哟 啊 啊 这 这怎么回事 我的胸好扎 莉莉你怎么了 看好吗 我就说我都喝咋味酒了 你看 出事吗 没出事 那你是怎么了 我 我变大了 我大了 从B 变成了F 哥 大哥 你以后就是我亲哥了 兄弟 看样子你这武器是 小型 是 实时机加强 大神 我之前不应该跟江云一起吵枪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为我之前所做的事 向您道歉 求您原谅 马上 我也给您道歉 之前 对您太短了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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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您以后在平台 能用得着小梯的地方 您尽管分分 对对对对 以后 你有什么事 只要您需要 我一定满足您 好说好说 起来吧 你们这次是运气好 得到了这鲜鲜 很快 不仅仅是肉点 得到了鲜鲜 还能 青春有 严寿十年 你 你的黄泉酒 竟有如此的印象 哎 我 打开 能不能让我也查一查 我 我也查一口呗 都想尝尝 我们之前 诸佑蒙老师 怎么听江云的 能针对你 现在我们都 改过自新了 对 我们改过自新了 您大人不及小刘 藏我一口酒呗 我们保证 以后跟这个江云 断绝来往 对对对断绝来往 你们 那就 你们 老门 根据可靠消息 叶绍阳和宋子军 现在就在心狠 要不 我们现在进去 不急 先打 统治一风之地 可以动手 是 哎呀 哎呀 来 哎呦 爸 这就是叶绍阳 送给我们宋家的订婚信物呀 怎么就俩离人的 我还以为 是什么 值钱的东西 好 这叶绍阳 连生死固都能拿得出来 他送的 一定不是 送进来 好 说 哈哈 哈哈 找到了 找到了 他们 开饭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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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 我是什么东西 他们可以出了 在上 passe 我这种欠击 跑不掉了 我还不来了 李少雅 给我们送下的应会信 竟然是三位神将 怎么样 暂时还没有 雲峰师兄自出手以后 就再无消息 担心 雲峰师兄 可是内境中心的大高手 又有黑魂双煞协助 对付两个宝人 那是手道勤来 他现在还没回复 可能是在洗发猎物呢 毕竟 那宋家 好歹是个豪门世家 你们女卷 那可都是娇弟弟的大美女哦 的确 雲峰师兄 自从修炼了采金村兵后 就喜欢玩这种 花 小 不知道吧 走 进去 是 啊 那夜少杨现在就在楼上 给他那位未婚妻 参加停车聚会 您确定的 爷爷之利 不得不走 走 给他洗我饭吧 是 一点淫头许丽 就让你们变成这些重点 真是香了眼 可你们这群人做兄弟 正元 明明是你自己对子亲不子亲 现在还是我们为难他护卫婚夫 我们和一大哥又没仇 再一说了 那 是一点淫头小利吗 好 好的很 那你们 就好好陪你们的好大哥吧 从今往后 别再来找我江人 你们什么人 找我的路 谁让你们进来的 所有人 都站在原地别动 否则 我弄死他了 大姐 我也是 叶少阳 你个狗 砸碎 好久不见 我是江云 咱们之前喝过酒 你跟这个叶少阳有仇啊 对 大仇 这个就是叶少阳 你 过来 去顾一下 小子 你耳聋了吗 还不出来跪下 多早 大胆 你这样敢对我出手 你可知 我是谁 我管你试试 现在立刻给老子滚出去 不然我就把你们都扔出去 不就天高地高的小子 我告诉你 我的青云门诱惑吧 站在你面前的 乃青云门掌门 青云门 大哥 这下完了呀 青云门 是江南七大审判 其祖师更是江南四大宗师之一的青云建筑 叶少阳 他忍下大麻烦了 叶少阳 吓傻了吧 告诉你 这就是得罪我张家的笑诚 今天 你 还有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爸妈 都得死 退你婚的人是我 你为何要钻给叶少阳 别着急呀 你们今天 谁他妈都跑不了 宋子军 赶紧就我跪下 把我舔书 说不定呀 我能找你 行了 我必再跟他们废话 都杀了 是 慢着 慢着 轻援掌门 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叶少阳 哎 不是 你什么谁呀 看你面子 大胆 敢对殿主不敬 找死 殿主 清云长 我乃朱雀神殿店主 叶少阳对我来说有大用 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他一面 朱雀神殿 难道是坐镇南江边方的 朱雀神殿 居然是四大神殿之一的 朱雀神殿 叶少阳他 居然有这么一层背景呀 哦 怪不得 他有黄雀球这种宝物 朱雀殿主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而是此人已上过清云令 你应该清楚 我清云门的清云令 代表着什么 射魂夺命 不死不休 没错 你一旦被清云令标记 他就是我清云门的死敌 无论 都必杀之 好一个无论如何必杀之啊 那我今天我就坐在这儿 我看看 你是如何杀了 你个香妈老 都死到临头了 还能带着他 你知不知道 在你面前的阵位 可是清云门掌门 距离宗师 仅仅半步之遥的超级高手 他想弄死你 就如一只马里扬着的 叶少阳 清风他说的对 清云掌门如今 已是半步宗师 别说是你 就算是修炼有成的内境高手 也不是一和之地 你现在按我说的做 跪下 给清云掌门道歉 或许 我可以以我是朱雀殿殿主的身份 保你一条性命 与若微 你让我下跪给他道歉 你跟我开什么玩家 叶少阳 你想在我面前保留一条自尊 但是你也要知进退 丢了性命 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你现在就按我说的做 跪下 给清云掌门道歉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可以保你一条性命 与若微啊 你的好意呢 我心里 现在我请你出去 你这种普心女 我真的很过敏 叶少阳 你 丁庄 我们不要管他了 他想找死 那就让他死去吧 叶少阳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你可死掉 也不愿意低头 与若微 这不是自不自尊心的问题 那是因为什么 让你就算是死 也不愿意低头 因为这个老杂门 他在我眼里 他啥也不是 我一个巴掌 我就 你真是 无可救药 一个巴掌 按死我 真是好大的口气 朱雀殿主 你也看到了 是这小子 自己找死 让他 我会让他知道 宗师 不可如 这个疯子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好 算了 他死了也好 死了 我也不用给他生孩子了 这一切 都是你自找的 清风 我们走 是 老大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刚才要是听朱雀殿子话 也许你还能保住一条路 但现在 你消耗自己的死 这不应该是我问你的话 发生柳玉 半部宗师 正好拿你来试验 我最近获得的 我先 你 好强的气息 看来是我们所有人都低估了你 清云章 你哪里是什么半部宗师 分明是一位真正的武道宗师 并且是非同一般的武道宗师 你走 还好我们刚刚没有出手 不然就惹到了一位真正的武道宗师 清风 你速将此消息 禀告给四大神 告诉他们 准备供赢我龙国 第十八位武道宗师 另外 将那夜少阳声 请告给我 告诉他们 并非是我不想救他 而是他实在招有了武道宗师 我一无能为力 是 你居然是武道宗师 我给清云门找来大敌了 你也为祖师 弟子最该万事 不敢了 你刚才自己的嚣张呢 你不是说要灭了我们 灭了宗家的 不不不不不敢 只要你饶了我 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饶你 那如果我今天只是一个 普通人的身份 你会放了我 你真的要赶紧杀绝吗 是杀绝 你太小看了 今天你不仅会死 你还会设定 我会安排专门的人 带你去十八岁 带你享受一万八千种刑法 什么下游户 把蛇 连尺 多皮 我全都变断 这就是你要杀了我的单亲 不是 他突然真的把张无敌的火给冲出来了 不要 不要 现在说不要 赶喽 要不咱们今天的酒会 到不为止 干人家去 叶少阳之前那个珠雀店子跟你什么关系 他就那个 他怎么了 我发誓他跟我真没什么关系 他就是我一个婚约对象 我俩已经退婚了 真的 在我叶少阳的心中了 你不用管 你不用管 在我叶少阳的心中呢 你是不是 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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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叶少阳的杀害了 什么 他杀了我 神叔 我清云化掌门 左右护法 以及云峰长老团 他们的魂灯在一刻钟之内 人灭了 何人敢灭我 千云门之助 少阳 嗯 我先进去换婚纱 你在这等我 嗯 你可不能偷看哦 放心吧 我不会看的 我只会晚上 正到公明 干啥呀 我不理 叶少阳 哟 穿得这么人模狗样的 你怎么会在这 周科 见 这个家伙的是谁 他呀 就是我跟你说过 跟你傻叉同学 老板让他做抢账 不愿意 说不清的 后面呢 就被老板给开头 封杀了 叶少阳 我现在过的 应该很不容易吧 又没钱又没工作 哦 只能靠我给别人 当看门狗 勉强挣点饭钱 周科 人在做天在看 有一天你会后悔 哦 哈哈 我后悔 叶少阳 你怕是不知道 我现在的身份吧 百川集团的财务负责人 滨海宋家集团 旗乡最大的零物件生产商 我一个月的公司呀 像你这种穷 十年都赚不到 宋氏集团 奇效最大的公司 那想必你应该见过 宋氏集团的执行董事长 宋子军 那当然 不仅认识 我还是宋小姐的好朋友 关系非常好 我们还一起 不下午茶呢 是吗 那我怎么不知道 我跟您关系那么好 你是宋氏集团的执行总裁 宋军 我来陪我未婚夫挑选婚纱 未婚夫 选婚纱 那您未婚夫在哪啊 他 就是我未婚夫 叶少阳是您未婚夫 宋小姐 您别开玩笑了 他就是一臭脚丝了 住口 我的未婚夫 岂是你能诬蔑 对不起 我刚刚听说 少阳因为不想做假账 被你们公司开除了 而你步步高升 所以 那个假账 是你做的吗 不 没有 我没有做假账 周柯 你现在说出来 说不定 我还可以帮你写量解书呢 我 宋小姐 我还事 我真的做假账了 从中直到现在 我一共靠做假账 他我三个不议呢 但是我那该死的生死 只给了我三百万的辛苦费 宋小姐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我求你 一定不要放过我 我这是怎么了 周柯 周柯 你刚说的 我已经听见了 我现在报案 你没意见 阿平 不是不有您听别 要是 大大的吧 天地人 才是会传到实际 要征服的能够你 周柯哥 你给我问我 跟着 她的 是会传到实际的女朋友 给我的个面子 这是 什么算了 如何 算 她违法了 你知不知道 就这么算了吧 宋小姐 你牛到骨去到 我把一百万给您 我当不知道 拿一百万给我 周柯 你这是把法律当玩笑呢 你知不知道 涉嫌伪造财物 你这狼 是做定的 八个 给你的脸 是不是 赶紧算了 就算了 别给你的脸 不要脸 你 你个小八个 你刚才说 你点 让我先吧 小 八个 八个 撒来撒来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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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行吧 是谁的 图起我 你慢点 图起我 你慢点 加薛 他到底回来 这小鬼子嘀嘀咕噜的说什么呢 这事 不知道啊 也许是个了 吃大嘴巴子了 没叫 这一个包装不够吗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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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我的 把 小鬼子 把它练起应器功来了 居住一个内建空间 この家庭 竟然能挨老夫 这么多下呀 他这样不是应器功 这小鬼子身上 有另外一种东西 固扎他 他那 你们走 这是这 你干齐 š 这玩意儿是叫世神的 没错 七十年前老夫可被这玩意儿了 不错 我吃饱了 我靠怀抱 王维伦 这种偷人啊 打死算了 我不要 老公 他们不会冲你来的吧 放心吧 别怕 又问他 传身俗体面 也气无外露 外露 身无半分无心 天道国会然不动 急呀 让我试试 试何抽策 先先走 不得无力 师祖 帝人玄境 曾以七尺之剑 斩敌空 一百零八十 以杀正道 登陵化境 以青云山 开宗立派 至今 以过一百三十二甲死 世人尊我为 青云剑徒 今日都见 少年宗师 哎 雪姬 三生之戏 少年宗师 少年宗师 这怎么可能 身上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少年宗师 此次已到达了凡普 危真 气体内敛的地步 这是东西之间的领域对决 没错 此次确实是一位东西 青云剑 发出了剑名 这是遇到危机时 才会产生的自主行为 让人以吐国重器 骑的战船对战时 还有此等的反应啊 究竟是什么怪物 领域 你怎么会如此 连我们的天地之天的联系 全部都斩断隔绝 确实是领域 确实领域成神 成世界 这就是传说中 闲家的手段 让侄子已快入仙门 这世界 仅如你这样的盖世强者 此次下山 老夫 就无看了 怎么 咋了 老夫此次 本就费石头 约海塔 自作为 独口 约海塔 自作为 独口 没错 前辈 我们今天来之前 已经查清楚了云海的所作所为 我们今日前来 一 见你 二 是向您表示歉意呀 本来 青云令在不损道德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青云门全力出击一次 本来都是我青云伦赔礼的 但现在看来月仙积累了 还行还行 这个青云令了 那我就收下 作为回礼 如若他日你们青云门有难的话 也可以求我出手一次 事先说 也是在不关爱 道德的情况之下 后称可畏 后称可畏呀 临海之士 你我一切 咱们 哈日 再会 大孙子 在吧 爷爷 我在 爷爷 这烧狼子 怎么样 好着呢 好着呢 哈哈 这两大孙子 你对这个西方地狱 要联络 爷爷准备罚兵百万 攻打这个西方地狱 爷爷 攻打西方地狱 你要去灭撒旦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老小子 叫撒旦 上一次红尘之战 他派了一些砸脑鬼将 给地狱当外员 两军交战过破 被我打的 亏不成军啊 所以我看他们的 赞助力不高 我想着把他们 打包给拿下 大孙子支持你 我现在安排人 给你烧几本 西欧神话故事 你去了解 对了大孙子 我给你介绍了 那几个媳妇 发展到哪一步了 还你那几个 爷爷 哪有那么快 我们才见了几名 那不行 这太慢了 才见了几名 你还等着你 跟我一块 掌控地狱呢 着急了 我得去催促 都是一些什么党子 给我们老爷家 元席后代呢 还这么默契 爷爷 你狼子没拿 爷爷 我真的没有骗你 那一日 叶绍阳得罪了清云长 随后就被宗师境内的 清云长辈给轰杀了 你是亲眼看见 他被杀了吗 那倒没 但是在一位宗师手上 他不可能逃得点 糊涂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叫叶绍阳的 他才是真正的宗师 爷爷 你是在开玩笑的吧 他身上连一点灵气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宗师 你现在赶快去憋海 找到这个叫叶绍阳 爷爷 叶绍阳意思是什么 不靠 你给我传达的那个甲胶 列祖列祖 差点没把我打死 还要把我头去畜生 让我来世 变成畜生啊 啊 啊什么 你赶快去逼海 三天 不 两天 两天内 你必须把那个叫做 叶绍阳的给我碎了 至少 让爷爷有个交代呀 否则 爷爷就死命了 我现在就去逼 看看那叶绍阳 到底死没死 小姐 刚刚得到消息 我们婚约对向叶绍阳 那一日 死的是羞灵门长 公警现在已经击坏了 他们一直认为 是哪些权战这个军 为了抢先一步 和叶绍阳结合 跟散播的假消息 请你作为 你好歹是 黑雀神殿的店主 为了抢男人 请不惜散播假消息 走 今晚我们出发去冰海 我倒想看一看 叶绍阳 是何训人 就值得里面为这样子 老公 我们今天晚上 玩这个 子军 你要不要收敛一点 收敛什么 老公到底有这儿了 是可乐 人家想玩了 你到底玩不玩 玩 老公玩 那你要不要先等我去 行 又回来了 滨海 店主 根据四大神殿 传来的最新消息 那叶绍阳 确实没有死 那天晚上死的人 是青云长的 怎么会如此 难道爷爷说的是真的 叶绍阳 他真的是武道道师 怎么可能啊 店主 您别忘了 他身上可是一点灵气的波动都没有 我看 他就是有某种秘宝 凌介绍阳 才能反杀 青云长的 青云长 可是半部宗师级的强者 若是想靠秘宝反杀 那至少 也得是宗师级别威力的秘宝 宗师级的威力 那得靠俘虏才能实现 对 天主 我看那叶少阳身上 多半是有宗师级的俘虏 但这种俘虏 用一次少一次 一旦用完 他就什么也不是 你说的对 俘虏之流 终究只是外务 若是没有自身的修为 靠这些外务 终究会有穷尽之事 青鸿 我们走 我要亲自试验看看 看那叶少阳 到底是不是犯人 是 店主 那叶少阳和冰海宋家 宋主席 就是 云海山庄 青鸿 你说叶少阳手上的服务 特别就是这云海山庄的品色 对啊 店主 您这么一说 事情一下子不能说通了 叶少阳能在此当保安 那一定云海山庄的主人关系 那在这云海山庄里 能打倒四大恶人们 一定是宗师组织的超级 因为宗师 随便刻画几张 宿传自己 全力一级的服务 清清楚 只是这叶少阳真是不知 拿着人家救命的服务 还带别的女 好了 您继续看什么 是 是 你们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来找叶少阳 你 你们找叶少阳 干什么 干什么 与你无关 你这是什么武器 这里是我和叶少阳的家 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进来 就让我给你们带 这里是你跟叶少阳的家 知不知道 这里是叶少阳当保安的家 还有你们家 你被骗了都自己都不知道 叶少阳是保安 没错 这云海山庄的主人 其实另有情人 是一位盖世无敌的武道宗士 叶少阳只不过和人家 有一点关系 他有资格在这当一名保安 你可千万不要被人骗了 错信了人 你可千万不要被人骗了 错信了人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 到了 这 是叶少阳当时救我爷爷 我爷爷纵住他的 所以叶少阳 就是云海山庄的主人 是 是你们宋家送给叶少阳的 对 是我宋家送给叶少阳的 宋大小姐 那宋家好歹也是 宾海的民门望着 你作为宋家的大小姐 请不然说谎 实在不值得 我说谎 好了 请不 看来他也是被人蒙骗的鼻 我们去找叶少阳就好 你们小子 这里 是我爹少阳的 你们经过我头的一路 就往里面吵吗 你可知道 我们是什么人 我知道 你们就是朱雀神殿的人 不知道你还敢吗 你是不死活了吗 这里是我的家 我为什么不能从来 难道因为你们是朱雀神殿的人 就可以思议的小小兵斩吗 住口 这里乃是因为宗师的府邸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还敢妄言出处是你家 你叫宋子军使 尽管你是宋家的大小姐 但强占宗师的府 那也是死罪 看在你是被人蒙骗的份上 我可以替你向宗师求情 放过你的 我劝你 不要不知豪宅 听着没 我看 不然我要你的狗命 我看你要谁的命 叶少阳 你终于出现了 我还以为你不敢出来了 叶少阳 我们过来 一是想看看你是否真的还活着 二是再问问你 是怎么在心情长的手里下活过来 你刚刚说了 你想要谁的命 狗公 谁刚刚不愿意让我们走 我就要去 游若渭 现在让我们手下跪下 给我老板倒进 你让我跪下 有他道歉 叶少阳 清风是我的贴身 就因为一句话 你让他跪下 给一个凡人道歉 我只是 三 你做梦 三 我清风绝对不能跪下 二 你紧断的 一心坏眼 三一 想打我 跪着给我老 保证 变罪 叶少阳 这事我们能不能上来 三 二 轻松 跪下 三 二 清风 跪下 道歉 道歉 刚才是我语气不对 对不起 宋小姐 清风已经道歉 这事可以了 好了 你觉得可以了 可以了 让我去 叶少阳 我想问问 那一夜 击败四大恶 就 真的 是我 你为什么不早点 找路事 我为什么要 你要是早点 请路事 我就不可能 要对了 说不定能 还可以什么 我们还能在一起 那你就 我读位了 你的男人 谁爱当 不必到 反正我 你什么意思 我不就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你这种不信 我过敏 没事 赶紧躲啊 叶少阳 我能不能再问你 聊什么 就再问你 他看在我爷的面 我给你 把他当我 把他 聊什么说吧 之前和你推婚的事 是我不对 向你道歉 不用 还有别的事吗 不要吃黑 干吧 那个 我想让你 跟我生俩孩子 要不然 我没有办法 你爷爷交点 行吧 但是 你需要走错 干嘛 等荡期 等荡期 对啊 因为不仅是你爷爷 要求你给我生孩子 还有其他人 所以 你能往后捆 不行 我可是猪雀神殿店主 我得拍前面 猪雀神殿店主又怎么样 还有药神谷圣女 圣地圣女 我说李大战神 先来后到这种规矩 你不懂吗 我 我是莫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明天下午 冰湖山头见 还不走 终于来了 冰海 冰前辈 谢谢女朋友一起过来 我答应过你爷爷 要护送你自己 我也正好见识一下 那位心境的宗师 走吧 林前辈 我们不直接过去吗 不用 他已经来了 来了 道友 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大晚上鬼鬼鬼祟祟 亏是 你误会了 我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喊你出来 你就会 否则让你家里那位看到了 多少人就不会 旅行婚约 你们是药神谷 正是 药神谷大共送 药神谷圣女 神说好 还真是你 你们想要旅行婚约的话 大可以直接来找我 没必要如此 我药神谷联姻 与其他家不妥 我药神谷乃龙国 至高圣地之一 想与我药神谷联姻 去通过我药神谷的考核 考核 什么考核 和我药神谷联姻 天赋 实力 必不可少 所以 想要和我联姻 必须要通过我药神谷的考核才行 这么吗 这是我药神谷历来的规定 那抱歉 我不敢下去 等等 你知道有多少人 排着队 想要获得这次考核吗 是吗 那你找他们 道友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是我药神谷历来的标准 希望你能遵守 你说的对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但是这次婚约 不是我求着你们药神谷定 而是你们药神谷的列所列宗 求着我爷爷才定下了 直到现在 还跟我说什么历来的标准 要我做什么考核 你们是 我为药神谷的大供奉 我有权代表药神谷 既然你不想要考核 那么今天考核可以作废 但你要过我这一关 过你这一关 对 可敢一战 领域前辈 有何不敢 正好 我也没和宗师对着 好 天外一战 不用 是 天外 这是 领域 不对 我与天地间的联系都被斩断了 我宗师敬的天然合一 竟然施展不了 这不是领域 这是炼虚城时候 能够隔绝天地法则的虚界 竟然已经踏入了这一副 自称虚界 领域前辈 自称虚界 乃是传说中的仙家手段 是天下宗师可追求的极道境界 变寻古今 没有几人 他 怎么能 极道境界 这也能称为是极道 那 现在 看看 法相 法相天地 这是法相天地 这身材会有个仙法 法相天地 正神 你刚刚不是说要与我一战吗 来吧 让我看看宗师是何等事 不 不敢 晚辈领域刚刚冲撞了前辈 罪该万死 往前辈宽束 那现在 还要考核我 妹 这个世上 没有人有几个考虑 你呢 我 我 你你你你你 这药山谷的圣女 怎么是个结巴 早知道让我爷爷退婚 别退婚 我不是结巴 我们现在就去结婚吧 这么婚事我答应了 啥 谁要跟你结婚 我们只是有婚约 都不认识 有婚约 还不够吗 不够 你已经来晚了 我有老婆了 我知道没关系 我可以坐下 真的让我跟着你 你家里也逼你了 嗯 我爷爷在家急得都上吊了 我之前在闭关 现在才出国 来 后天下午 这个地址 为什么是后天下午 不可以是明天下午吗 因为明天下午已经有人预约了 你来晚了 你来晚了 啊 哎 哟 老公回来了 回来了 这次又是哪个圣女 哪个女战神 不是 那个就要身骨 我们就结婚了 好了 别担心了 爷已经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了 说要给别人家留活路 所以 你就好好完成一页 给你的任务就好了 但是 你在外面就要多少两 你在我这里 必须是双妹 因为 我才是赢的正气 老婆 你放心 别说是双妹 十倍咱都没问题 只要 你 你这么欺负着 你是公司 我就是个烦人而已 这是烦人 我就是 老婆 你 你 你为什么穿着这样 这是我要神谷圣女的假日 我作为要神谷的圣女 和你第一次面读 这 没事 你还穿着穿着 这啥呀 这是我要神谷的圣女 你用了以后 会更美给假如 不用不用 我用不上这些 不用的话 万一这次我们没中 不要 别说用这 我就算不用 我都放你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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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开始 开始 走 叶少阳 要不今晚 你就别回去吧 那么久呢 子军还在家等着我们呢 回去以后我还 什么呢 我现在怎么有种生育机器的感觉了 我现在怎么有种生育机器的感觉了 爷爷 这都怪你 好吧 那个叶少阳 如果这次我怀上 以后我能 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 拜拜 哎呀 还得去赶下一场 老公 明天我们的婚礼 我想穿着古典一点 好 所以 嗯 大孙子 你下来吧 哎呀 爷爷 干嘛 大孙爷爷 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个 那就 先听 好消息了 好消息 就是爷爷成功的灭掉殷天子 登基成为新帝了 我爷爷太牛逼了吧 那 快消息 就是这个地藏王 告状了天庭 天庭现在 准备出兵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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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了 天庭 已经派遣了三路 下来 我已经 在想办法 跟他们终选 那爷爷 你快点终选嘛 那我 这个实力 扛不住天庭啊 我是在跟他们终选 但是 得征求您的同意 我同意 我肯定同意啊 你别让他们抓我就行 好 大孙子 这可是你说的 不过 这天庭 给了我一个选择 让你取 你取三公主 跟天庭 这样 两届 这个战士 就会避免了 然后 他们也就不会抓你 啊 不躲 别 你 爷爷 我怎么可能 你在套路 我怎么可能套路 你那臭小子 别得了便宜又卖乖 你现在快 给我个答复 能成的话 我就让他们去找你了 他们 还不止一个人 爷爷现在登基了 这各方实力都拉拢 爷爷 就连西天 都想送一个菩萨 你是爷爷三代中 第一个 所以 这些重担 就只不落在你 天上 好了 大孙子 这些事 我先替你答应了 爷 爷 我 嗯 嗯 你风雨来了 都到床上了 还是一副冷冰冰的语气 我呆哦 让你好看 嗯 我来了 准备好了 好了 噱嘴干嘛 换衣服 啊 我自己脱 这种事 不怎么应该由你来吗 那谁来都一样 大姐 能不能快点 不行 我是第一次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姑奶 你就别不好意思 那后面一群人排着队呢 能不能快点 你什么你 逗逗 来吧 逗逗 叶少阳 你不等一下 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 姐姐咱俩就是为了完成我爷的任务吧 只是爷爷的任务吗 怎么 你高高在上的周朱健 动起来 你滚 老公 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你愣那么不愣的 哎呀别提了 还不是我爷爷 又给我赏了一堆涟液的婚室 啊 怎么用 我爷爷呢 已经在地府里面登基成列了 我之前一直瞒着你 是因为我爷爷在地府里造访 这三界之中有很多的敌人 是不是怕暴露我 所以才一直没告诉我 想必你家的老祖祖 在托梦的时候 也没细说此事 确实没有 他们就是说让我早点嫁给你 说你是未来真龙 原来是因为这个 我爷爷呢 已经在地府里登基成列了 和天庭上的天地 定了 哦 我明白了 所以 你爷爷要 给你另找老婆呢 哎呀也不是另找老婆 只是吧 为了平衡这里面的关系我 所以有很多的联姻对象 我需要走 哦 我明白了 就像朱雀店主 还有药神不胜的女人 好吧 反正我一个人也承受不住 那就分了 但是 不是 你的正妻 就只能有我一个 老婆 你就放心吧 自打我爷爷其实指出了 无论我是烧名利 而烧武器 而烧核大 都会有你的帮忙 所以呢 我爷爷在地区里 造反成功 以后 你的一份 我的成功 那 那 我们明天就跟你们 一起看